你要的结果给做完 但是呢 其实我刚刚前面有讲过了 录下来的东西其实还可以 像我有那种程式的洁癖 我就会怎么样 打开它 里面第一个 我就加注解 有没有 一 游标放在那个什么 那个 就是 仿造36页 就是每一个 我就把名称给输入上去 这个可能输入的东西蛮多的 我镜像中好像 那个 我的云端上也有放 所以我就干脆从云端上 参考一下 那就是 做完两个按钮之后 然后再来就是看一下你的那个程式 切到那个 你的聚集里面编辑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我这边就是加上那个相对应的注解 注解的方式跟早上讲的其实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那 再来的话还有一点就是说 早上有提到有些其实可以不要的 比如说哪些呢像我讲过了什么点selection 如果下一行如果是selection的话 其实可以精简 像 我这边的话 要是我要在精简的话其实可以这样 可以把那个什么 这个公式 直接就放在那个 Range B2里面就好了 你就不用说 因为其实录制的时候是因为你会有滑鼠 那你滑鼠要点一下 那点一下之后再把 你要的资料放进去 我其实这个有点啰嗦 反而这样的 其实就是 邮标直接就输入公式就好了 2可能就不用了 就是 你如果要改的话 假设我们要把那个36月改一下 的话 其实你可以把这个等于 直接就放在那个什么 Range B2的后面就可以 意思是把这个公式怎么样 帮我放在那个 等于 这个公式 帮我放在 B2里面就可以 然后呢 这个Active 的那个Formula 这个就可以拿掉 另外 那个 这个向下填满 因为这边 没有Select 所以Selection跟刚刚一样 你可以把它改成上面这个Range B2 把这个复制一下 意思就是说 当什么呢 当这个公式输入之后 就自动调整 自动填满 那填满的话呢 就是 自动这个是向右填满 然后再来向下填满 向下填满的话 不过你会发现 后面 就会有什么Slate 其实这个Slate 我觉得也不用 什么什么 因为你 他会填满之后 然后自动又帮你怎么样 帮你又一个Slate 所以 其实什么什么点Slate 这个可以删掉 所以基本上 大概就是 留下什么 留下 这个向右填满 把它 搬到这边 其实 应该可以再更精简 如果精简的话 大概 长得像这样 这个应该2吧 就可以少 少写一个 这个是2 然后这个就不用Slate 这边改成3 然后也不用Slate 基本上 写完大概就是 只有变成3 可能又更精简一点点 那 执行看看会有问题 清除 执行 这边 selection 这个selection 一样 这边的话 向右 向下 这个selection 可能就是要指这个 这个范围 Potofill OK 这样的话OK 没有问题 只是说那个 程式 这个 指的就是 这一个 那向下填满 因为我们是 已经向右拉了 拉的是一个 从 B2到 O2的范围 再向下 所以 这边可能要改成 B2到O2的范围 再让它向下填满 那这样的话 就 可以让程式 轻简 不过这个轻简 如果你没有把握的话 有些地方 也许可以 用原来的 也OK啦 只是差别是 这个程式 会多个几行 这样而已 其他应该 都没什么差别 那另外的话 清除 Ctrl Shift向右向下 然后 在Clear Contents OK 做完的话 清除 输入 OK 那 这个做完之后的话呢 待会 我们就要再来看那个 第2个 部分就是 B栏到O栏 总共有14栏 那我们习惯就是说 做完问卷调查之后 会希望 统计 每一个 回答的题目 单一个题目的 占比 百分比 比如说呢 选那个 性别的占比多少 年龄占比多少 教育程度 职业等等的 也就是我如果希望 14个栏位 我希望产生 14个枢纽分析表 如果说经常性这样做 你会发 你会花很多时间 在做这个 书纽分析表上面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最好是只要做一次 然后呢 我可以怎么样 就是直接呢 按个按键 全部14个栏位 自动就全部 帮我执行完毕 另外顺便 学一个 再按个按键 自动又把旧的工作表 全部删光 帮我 要不要 然后我来 我来 帮我 我来 我来